建安22年,劉備成功殲據益州之後,必出兵漢中,與曹操展開漢中爭奪戰 關於圍繞配合劉備在漢中的軍事行動,便主動出兵攻打凡城,果然 曹操聽聞關於北伐,必派於禁和旁德前去支援族人,曹操的相事作證,讓他狠是吃不消 建安24年,劉備在漢中取得了勝利,劉備在殲據漢中之後,關於若有停止北伐的腳步 繼續向北前進,克逢天降大雨,於是關於避水煙漆軍,辛勤若更,爪迫旁德,歸鎮華夏 正當關於繼續向北進攻的時後,呂蒙已經偷襲了京州,美方等人投降 此時的關於避陷入了福貝受敵的局面中 最終關於敗酒惑城,被殺身亡,關於被殺的地方,其實距離劉備只有二十里 為何劉備卻見死不救呢?諸葛兩億如道破,他越者不能掛主公 第一,關於被圍困,這是劉備越有預料到的事情,他以為關於有能力不乏成功 第二,劉備越有收到關於被圍困的消息,關於被殺的幾天後,劉備才知道這件事情 關於兵敗被害的時後,沒有通知劉備,他覺得沒有臉面見劉備,因此只向劉峰求救 但是劉峰並沒有出兵,結果造成了關於被殺身亡,自雲遮到關於被殺之後,也是一陣心寒 關於刁失經驟,是蘇漢的罪捷點,也為劉備佛恩賣下療隱患,劉備為了級關於報仇 外面的罰動戰爭,結果導致贏林兵敗,令蘇漢損失草重 現在是出去的,劉備不成功,劉備宜 然後,劉備後,劉備由原券與機構並存在